好,大家好,焦点视频,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,迎过幕见到我们的男主角,杨宗余师傅 你们好 师傅,其实已经踏入了我们这个新年,庚子年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知道一些运程的,特别你知道我们的中国人,知名很重要 知了就当赢了,整天都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,今集我觉得我们就准备要问师傅关于一些榴莲运程的东西 但是,在原来知这个榴莲运程之前,师傅跟我说 其实不是想着就这样看一本通信就知道的,要计数的 是的,那好了,师傅,迎光幕我见到你放了三个图片出来 不妨就教一下我们 不敢说,大家切磋研究一下 年近岁晚很多时候,观众都喜欢听一下榴莲运程 看看明年自己的运势是怎样的 一般我们讲明,之前有几集我都讲过类似八字的东西 怎样的八字呢,就是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有年月日时 起码都是这样的 好了,所谓八字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最主要我们中国有天干地支那些六十甲子 就是我们来做时间的嘛 那就是说,年那方面呢,有个天干地支 好似今年呢,就几海年,明年是庚子年 那就是天干加地支就两个字了 好了,年也是这样,月也是这样,日,时也是这样 那就是怎样的呢,四剩二 那么,总共是八个字 所以呢,中国人很简单 其实呢,八字里面呢,就很多关于那些五行生客 凌充破害,类似那些东西呢 就影响了个人的一生 嗯 好了,但是,你说榴莲运程 好像现在我们,我们观众 尤其是之前看电视,可能有几十万人 你说,普通通通就讲一个地支 然后就论命呢 那就是说,怎样呢,讲了是百分之一 因为你天干地支 好似说,在几海年属朱的朋友 那你,其实讲了八字里面的朝鞋那些字 那你说,那个,就是几够虚的 那现在很多时候呢,我见到 外面坊间的名书呢,都讲多了,粤啊,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,所以呢,榴莲运程 越整越厚的 嗯 好了,那既然外面,都很多这些榴莲运程书 那如果我,去入手再讲的话呢 我不希望太多重复了 嗯 所以今次呢,我是另外一个入手方法 嗯 另外一个入手方法 那我现在这个入手方法呢,其实呢 大家呢,如果你习惯呢,每年都买一本通信 其实这个论命方法呢 嗯 一早在这个名书,在这个通信里面 是 那你打开通信呢,第四版道呢 你就会见到这个什么呢 啊 啊 天官赐福 是 这样的图案 哦 是吧 那它里面呢,就有十二个工位 是 那很多时候就是,你看 在初期的那些榴莲运程呢 就会逐个工位就讲 啊 譬如说你属鼠就指啦 里面有些什么声音 然后呢 就对应那些极空声呢 就讲你当年的那个运程 是 那好了 那如果我的做法呢 其实呢 就是多了一点点东西 因为我们当大家分享一下知识 嗯 那你见到这个第四版呢 其实隔离呢 第五版呢 通信里面的第五版呢 就有这个表的 哇 讲密密麻麻的呢 师傅 是啊 这个密密麻麻呢 其实就是 它 教你去找每一个人的命工 哦 命工 那这个命工其实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说 呃 如果有些朋友是学西洋星座 就知道自己那个太阳星座是什么座 那些这样的东西 嗯 那这个呢 就按一个什么呢 那些什么呢 那些什么呢 那些什么的捷器呢 嗯 太阳在哪里去到哪个工位 即是黄道十二工 嗯 去到哪个工位 那里呢 就论你自己是什么座 嗯 其实在那里呢 其实有一个位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那个 包括西洋天星论命啊 或者你那些 对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呢 就叫做七正四余的 就是天星论命的方法 是 同出一次 是 是 那有一个点呢 我们叫做东升殿 是 不是东升班 是 是 东升甜 是 是我们出生那一刻 是 是 你平面 即是地平面 望去东方 是 望去东方呢 由那个东方 向外再伸延 嗯 接触到那个 黄道 黄道就是太阳行的那个轨迹 哦 当时那个工位 是 我们那个呢 就是你出生那时候 你的命工 是 即是说你东升点多子的方位 那个工位就是你的命工 是 是 怎样去找呢 怎样去找呢 这儿可能 多小时间教你们 是 教识了你们呢 你记住 这个又是你们的命工 每年呢 你可以按你的命工 去查回通性上面 那个这样的流年 哦 那 我意思是怎样呢 因为你呢 一会我说了出来 那个命工的计算方法 是按你那个 出生的月 哦 OK 和出生的时间 是 那好了 那刚才我说 你八字为何准呢 因为有年月日时的资料 是啊 那我希望呢 我刚才说的入手方法呢 就是 多一点点资料 嗯 等于你的 参谋 那个数值多的话 你那个 那个 那个 准成度会高一点 嗯 那好了 那你就是说 你出生那个月的资料 我有 出生的时间的资料 是 是 你可以再用传统那种呢 比如说 你啊 什么年出生啊 鼠年啊 什么年那些 加上去 那你起码呢 按我的方法 如果你在通证那里看呢 你会有多少少少资料呢 希望的准成度会高一点 是 这个问题 哦 就不是纯粹计年份 这样 是啊 嗯 年份你都知道 一年有多少人出生啊 是啊 是啊 所以就是说 其实最准呢 就是说 拿你的八字 去找个师傅呢 帮你批一批 是 那当然啦 你不是说个个人都有时间啦 是 那最好呢 就是 你学会这个方法 那你自己呢 买一本通证 每年呢 习惯了的了 我都是这样 买一本 有口有薄 那你就 几十元 自己去看看 嗯 好了 那开始了 好 嗯 嗯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你 本身呢 是哪个月份出生 那哪个月份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是太阳过宫的那个时间 是 那其实呢 我们呢 太阳历法呢 里面呢 有二十四节气 是 那好了 我们按太阳过宫呢 其实我按中气来论 怎样是中气呢 冬至 嗯 刚刚我们过了冬至 是 是 我们应该是十二月二十二号 嗯 那其实这个呢 我们就叫中气 哦 那所以呢 冬至夏至 春分秋分 这些东西呢 都是叫中气 是 那我们总共呢 我们一年呢 有十二个中气 嗯 那加上呢 有十二个节 是 那我们叫二十四节气 是 好了 那在中气呢 就刚刚呢 由太阳 在一个黄道 十二宫 嗯 转移 由这个宫位 走到另外一个宫位 那个时间 嗯 好了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知道呢 你出生的那个月份 就是你本身呢 是在哪个中气之后出生 嗯 那不如我举个例子 好 举个例子 好了 那你看回呢 那这里呢 暂时我们不要看这个 啊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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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天官智福这个图先 是 好了 打横这行呢 你见到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中气的时间 嗯 中气的时间 那分别呢 有大寒 雨水 春芬 谷雨 小满夏至 那些 嗯 那我刚才说过的冬至 就是这个 是 在尾那里 那里 那他 大约的时间 其实是每一个的月尾 这样的时间 刚才我提过 冬至就是 是 之前是12月22号 22号 就是每个月的20多号 其实是一个 所谓叫中气的交接时间 是 好了 那你 反正我讲开冬至 不如讲冬至吧 好啊 解释如果有个BB 好像今天出生 嗯 今天就刚刚过了冬至 是 那就未到下一个 下一个中气 就是大寒 是 大寒要去到1月尾 哦 是 去到1月尾 那 比较这个时间 就是太阳 刚刚在哪里呢 就在 如果冬至呢 大约是指 其实呢 大阳在那个丑公那里 嗯 嗯 这里不要再多说 反正我们 一路查下去 是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生 好了 就是这个月份出生 嗯 但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什么时间 嗯 什么时间出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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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好像在那里了 那只手指 哎 刚才不是很灵敏 好 出回来这里 我放大它好些 嗯 冬至后生人 好吧 如果假设 我又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现在的时间 也是晚上 晚上 看我看看几点先 可能要是 哦 现在7点多 7点多呢 就是 新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有 有之后就 出 出事了 现在出事 出事生人呢 我记得是医行 医行 医行 医行的述势 哇 尾尔那个字 见不见这个述势 嗯 如果要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少少 这只手不是很灵 啊 反过来的手 看 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 好 那然后又 看回那边了 最后那一行 是我们 冬至后 五啊 没错 那么查到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个BB 现在出生 嗯 他那个立命的命功 就是五功 是 是的 那立命 在五功 是 如果立命在五功 当今年 是 那你可以再查 这个表 他再隔壁就有一表 其实通信有齐 是 是 是 那然后呢 你在这版的后面 是 这版的后面 就是第六版 是的 第六版 开始呢 你在通信那里 就很多了 子公立命 丑公立命 人公立命 卯公立命 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 有了在那里了 嗯 那你去找什么呢 刚刚有个BB仔 五公立命出生 嗯 五公立命出生 那你就要在那里找 嗯 嗯 这是第二版 我这里没有拍到 我要在那里找 等一下 是 好 哦 唱回来 那这版呢 我就 时间关系 我之前也拍了 是 这里就看到五公立命 嗯 这个五公立命呢 就说他呢 其实如果这样查法呢 就说他一生 在五公里面呢 有什么声 有什么声的 嗯 那其实他所说的 这些文字呢 其实就是说 在这个表 就是第四版的表呢 五公这里 嗯 嗯 如果 如果这样看法呢 这个BB仔 在这里立命的话呢 其实就是他上面 这个空白那个 没有什么吉星 嗯 反而空星多 其实这个时间出生 那个BB呢 是论命来说 一般的 哦 这样看 好了 但是问题 我们就不是在现在出生 是 大家观众现在看的 应该就不是现在出生 是啊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要看榴莲了 是 看榴莲呢 我们就要看 我们叫做 庚子年 那个小限了 小限运 就是这个表 就是刚才说 第四 第五 那个表呢 庚子年牌 定小限局 是 那其实这个在说什么呢 就在说你在庚子年里面 你记得 刚才我们查出来 你自己的命功了 是 刚才我举个例子 是 举个例子 但是师傅 其实呢 就是 我见到你解释得很详细 但是呢 因为时间关系 那如果呢 就是观众呢 想知道 怎样查这个榴莲呢 那不妨呢 就我们下一集再揭条 师傅 好吗 没错 没问题 那下一集 我们再请教杨忠瑜师傅 OK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